Data Science到底是什么 在这两个学期我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读Data Science 可是你没动力读这个Masters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你可以不用不用不要去害人 嘿我是Chi Hout 所以我今天的视频是关于 在视频开始之前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Chi Hout 今年在读我的Masters 我读的是Data Science在University of Malaya 也就是所谓的马来亚大学 或者简称马大 所以在这期视频里呢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从Mechanical Engineering 换成读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也会跟大家说说我这两个学期的经历 然后告诉大家到底值不值得读这个Masters of Data Science 所以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所以第一个想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想要读Data Science 认识我的观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 我是读Mechanical Engineering毕业的 可是为什么我想要读Data Science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AI是未来的 然后我想要尝试进入这个行业 在申请Masters of Data Science之前呢 我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 因此呢我就想要申请一下 然后当作一个拜稿 然后在那之后呢 我也找到了工作 在我找到工作之后呢 我才收到那个offer 然后当时候我其实在觉得要继续做工作 作为一个consultant还是尝试另外一个行业 其实收到这个offer的时候 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两难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想要继续做工赚钱 可是同时间呢 我又很想很想要进入AI这个领域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我也有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你觉得最不后悔的选择会是哪一个 在我朋友告诉我这个劝告之后呢 我也思考了一个晚上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AI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 甚至其实在我领域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的FYP也是有关于AI的东西 而并不是很传统的mechanical engineer的东西 因此呢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不想要我未来的时候后悔 然后说 唉 早知道我就读一个master of data science 然后如果不读这个master of data science 我就感觉上少了一些possibility 少了一些opportunity so我就开始决定要读master of 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 Data science到底是什么东西 跟AI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一开始都是以为 Data science就是AI 他们是相同的 直到我过了这个学习 我才发现到他们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 Data science是一个更开阔的领域 它包括了Data的collection Data的processing 然后根据你想要的结果呢 你可以选择相应的技巧 AI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智囊 就是其中一个技巧 帮我们把Data变成有用的东西 Data science就是把那些杂乱无章的Data 变成有用可以帮助你做决策的东西 如果这个感觉上还很抽象的话 给你们一个例子吧 当你去网购的时候 那个平台会有你的基本信息 例如你的年龄 你的地址 同时呢 因为你买东西的关系 他们就会知道你买了什么样的东西 消费了多少的金额 当你累积够足够的订单 你就会有足够的数据 当你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数据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整合 只要你把这些数据清理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 例如这个年龄层的人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的消费能力是多少 第二呢你也可以知道 这一个地区的人的消费能力是多少 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吧 把数据变成有用的资讯 让你可以做一些生意上的决策 当然这样说看起来很轻松 可是他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这两个学期在UM的经历 其实我差不多已经上了一年的课 可是呢我还没有去过学校上课 我去过学校的唯一一次 是为了和我的教授讨论一些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 course 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你去学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去学的 第一个呢就是我学到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我在这两个semester呢 大多数都是用R跟Python 第一个学期用很多的R 第二个学期用很多的Python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R 然后我觉得Python比较有熟悉感 在这两个学期呢 我个人认为我的教授们都是教的还不错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教的真的不好的 感觉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个人认为啦 在这两个学期我 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要会自主的学习 老师教了你什么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相反的你自己学习到什么东西才是更重要的 老师给全部人的笔记 刚要都是一样的 可是明白的多深多透彻是你自己的能力啊 我个人觉得老师只是领你入门而已 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需要自己花时间 上网去找资料 让你自己更了解 因为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明白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呢你必须要知道 如何去解答你自己心中的疑惑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去上网找一找 也是有很多的教程 还有额外的资讯 因此呢我认为这个Must-Op Data Science 只能让你有最基础的能力和知识 并不足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除此之外呢你也会需要做一些group的project 然后这个才是最难的问题 分配工作还有确保每个人都有在做各自的东西 一直以来都是问题 无论你是在degree还是在master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些人不想要做东西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到底不应该读Must-Op Data Science 如果你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呢 对Data Science还是有兴趣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去读Data Science 因为你需要一个基础的认知 跟网上的教程不一样的是 我在这两个学期确实是有学到东西 真正的了解Data Science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第二如果你是很想要拿到一个master 然后刚好也有兴趣想要读Data Science 我个人是建议你读这个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哦 他如果只是想要读Data Science 可是他不想要这个master学位的时候 他就会偷懒 偷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group project里面做free rider 重点就是哦 如果你的你的真的很不爽你 你的主员真的很不爽你 他去跟老师report的话 然后老师会扣你的分 然后你又不开心 为什么你要做见自己呢 如果你只是想要读Data Science 可是你没有动力读这个master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你可以不用不用 不要去害人 不要害你自己被骂 然后自己觉得很丢脸 然后可能会不pass这个subject 我觉得你可以一上网找 然后自己做project 第三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Data Science跟AI不是同一个东西 Data Science只是有运用到AI的技巧 而AI更加深入研究的话 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在UM读master of data science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门槛不高 他只要有3.0以上的CGPA就可以了 无论你是读Science还是读Arts 都是没有问题 我会把UM官网的那个master of data science的课程 放在资讯栏下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下去按一下看 你符不符合那个标准 如果你是想要读AI的东西 而不是Data Science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别的大学的mast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M好像是要推出这个新的科系了 可是还不知道确切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OK,做一个总结吧 为什么我想要读Data Science 其实就是因为我对AI很有兴趣 然后Data Science刚好就用到AI的技巧 第二什么是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就是把杂乱无章的数据变成有用 可以帮助你获取利益的资讯和知识 第三我在这两个学期里面学到了什么东西 UM的master of data science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基础 可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很重要 这个课程可以帮助你了解Data Science 可是并不能确保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你必须要有相对的技能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第四什么样的人适合读这个科系 第一你要很有兴趣读Data Science 第二你要很有兴趣拿到这个master的学位 如果你这两个缺少其中一样的话 我建议你考虑另外一个alternative 就是上网去读Data Science的东西 不然就换另外一个master来读 不要因为你的三分钟热度 去破坏人家对未来的期望好不好 group project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一个group 需要一个团队 如果因为你的不合作 你的不积极 导致人家考不好 这样真的是害人害急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 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关于mechanical engineering 关于data science的东西 都可以问我 我都愿意回答你们 所有标准结尾 喜欢我的video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 See you guys next time